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 用伤心头 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 今夜多少失落的梦 埋在心里 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 星星已眨眼 人间数时寒数 转眼像云烟 像云烟 像那浮云一片 诉说岁月的烟灭 生命的尽头是青年 我把切切的思念 几颗星光的不悦 希望一直等我心愿 ят quent 最后全个洞 第五层 嘿奇怪 古老头怎么会想不开呢 秋宵刚回来 他这一时那就糟糕了 爸爸 爸爸 姐姐 回来看公公 妈 外公 秀秀 你和东东两个轮流陪着外公 醒了就照顾他 秀秀 把冰冰放下 好 弯弯 佩佩 你们带着弟弟一块去玩 妈去煮饭 好 冰冰你带去玩 好 佩佩 你怎么了 不要 我要帮着妈妈煮饭 好吧 你不准拿刀子切菜哦 嗯 就aked 也就 quedLP 留家 咱们 dates − 预� 以儿 zap 看 肯定是 搭我的便车 苏千 屋里坐吧 不坐了 王太太 昨天我跟爸妈谈了一夜 关于东东 你等一下 汪汪 带弟弟到外面去玩 我妈妈让我来问您 考虑好了没有 我已经给你爸爸寄信了 我想就把东东给你们收养 真的 好棒啊 恭喜恭喜 苏千 你一路上都在嘀咕 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 我可以见见东东吗 对不起 我是这么决定了 可是孩子们都还不知道 我一定要找个时间 把实在的情形 分析给他们听 让他们心里上 先有个准备 对对对 苏千 东东答不答应还是个问题 你不要高兴太早 不过 我们一家人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了 如果 好了 我们走吧 你急什么吗 你不急 我妈在家急啊 我开车村来两个晚上都没回去了 说不定啊 我妈都已经报警了 对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哎呀 抱什么警啊 我去交通大队打听过了 从昨天到今天 从台北到高雄 都没有发生过车祸啊 呸呸呸 嘿嘿嘿 老板娘啊 真的啦 如果发生车祸 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救护车一定会把少爷送到台北啊 变成你的乌鸦嘴 乌鸦嘴 乌鸦嘴 这么说 豆也很饱了 饱得不讨厌 所以啊 我妈妈也喜欢她呢 到台北 我一定跟你去见见豆也和你妈妈 不过啊 我妈有个毛病 不管是我的同学或者朋友 只要是女的 她就会对她很冷淡 那还不简单 我马上表明身份 就说我丁哥婚了 这个办法很妙 她会马上对你很有善意 哦 会有救人啊 所以我说啊 我很喜欢你爸爸妈妈那个样子 让人觉得好慈祥哦 怎么 是羡慕还是嫉妒 不羡慕 也不嫉妒 只是很后悔 后悔什么 昨天少讲了一句话 明知道你爸爸妈妈 要收个儿子给你当弟弟 我就应该提出 请他们收我 给你当哥哥多好 不要你 真的 你认我当哥哥好处多多哦 譬如说啊 你来台北可以不必租房子住 或者是你要回去 我可以开车送你 你饶了我吧 就你这样货车 我才受不了你 不 不 我有一辆自用轿车哎 还好 我们刚才回去我妈不在家哎 你不喜欢我见你们啊 我是怕你会受她的冷落 为什么 我每次啊 只要交个女朋友带回去 她一定会把我给弄吹掉 还好 我不信你女朋友 小朋友 什么事啊 李京旺在不在 你从那边来 由她的信呢 请转到这个地方来 嘉一县 布黛镇 轮子顶 七十五号 老李 我明天早上就走了 车子都叫好了吗 我明天有早班通告 恐怕赶不回来送你们了 你忙你的吧 秋夏 你知道我喜欢弯弯的 五个孩子 我不能留一个在台北 他外公问起来 我怎么说呢 老李 这么多年 你对我们照顾很多 我和阿明 也一直盼你能够成个家 剩个比弯弯还能让你喜欢的小孩 等我中了爱国奖券特奖的 晚上本来约你和我们一块吃饭 让孩子陪陪你 也许这顿饭以后 这一辈子再没有机会把孩子聚在一块和你吃饭 结果你去公司录影 弯弯一直念着你 还好我在录影 不然的话这顿饭我吃得下去吗 弯弯替你带了一包你喜欢吃的东西 烙饼 老李 有空到布袋来玩 会的 我一定会去的 万万要是见了你 一定很高兴 热热闹到一屋子人 死个阿明 搬走了秋霞跟孩子 就像收了宫的摄影棚一样 戚戚凉凉凉的 谁信 五秋小的挂号信 他已经搬家了 不过我有一个他最新的地址 你找这个地址给他送去好吧 一定是金旺让他们把信转过来 又是五千块 略表敬意 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曾经想尽了办法 四处去寻找 可是找遍了全台北市 甚至郊区的景美 新殿 三重 新庄 五谷 松山 士林 阳面山 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虽然每封信的笔级一样 寄前来的数目也一样 可是寄信人的地址 和名字每次都不一样 他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 他既然要帮助我 为什么又怕我 这个人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将死灭清清房 将死灭清清房 温暖的阳光满行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我不是自私 我是不愿意受到伤害 因为我不能生育了 你们可怜我 给我抱个孩子来 我心里容不下他 爸 如果我们决定要了 他一定会提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花钱替人家养孩子 将来没有感情 我们会很伤心 这种事情 从哪个角度来说 都没有一点好处 你不要说了 我没想过好处 我也不怕花钱 在观念上 我愿意帮助这家人家 减转发 减轻孩子母亲的负担 给孩子好的生活环境 好的教育 好 长大了 有能力自立自强 我帮助人家的心愿也就了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太太 可以吃饭了 你们吃吧 妈 外公呢 外公吃过了 冰冰 你叫它炒吗 妈 妈,你不吃啊? 妈,不饿 你们一面吃,一面听妈妈讲话 过去妈告诉过你们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不要看大人的脸过日子 妈心里有什么痛苦 妈自己会去解决 你们不要替妈担心 这两天 我看你们好像没有在台北的时候这么开心了 是不是因为和莲欣打架了 秀秀 再怎么说,莲欣是你的表弟 东东 弯弯 佩佩 他是你们的表哥 他和你们玩 你们就跟他一块儿玩 他欺负你们 你们就躲开他嘛 我才不怕他呢 东东 妈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啊 就是嘛 都是你惹妈生气 你 让你管哦 鸡婆 你押弓啊 你再说我就揍你哦 你敢 猪八子 走 走 走 妈 哥哥不乖 二弟不乖 昨天夜里 你们爸爸托梦给我 像我这种身体 又能照顾你们多久呢 妈 秀秀 人就是活到一百岁 也是要死 死不可怕 就是要看他死得是不是安心 秀秀 你是大姐 你要学学妈 你什么时候看到你妈 流过眼泪了 你们如果要让我死得安心 就要听我的话 我会好好的安排你们 给你们每个人找个好的家庭 新爸爸 新妈妈 秀秀 秀秀 你怎么了 妈 我没有事 你让我人静静的 好不好 秀秀 你陪妈出去走一走 妈还有好多话要告诉我 妈 你为什么把我们送走 难道说 你不再喜欢我们 不疼我们了 妈 天底下 没有父母不疼儿女的 秀秀 你要体谅我的苦心 你看 外公这一大把年纪 这个家 你们待得下去吗 如果说 让我死了之后 把你们安排到孤儿院 还不如现在 替妈的安排好 妈 你为什么口口声声说死呢 你还很年轻啊 秀秀 你最懂事 事情到今天 妈不能再瞒着你了 我顶多再活三个月 妈 妈 妈患了绝症 医生告诉我的时候 还有半年的时间 现在只剩下三个月了 随住 走 我们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 穿了 妈 妈 妈 小嫂她回来了 大嫂 你回来了 秋夏 你怎么搞的嘛 我听说爸爸差点淹死 你是承信跟我过不去 万一爸爸有个三长两短 你哥哥他不会怪你 他会怪我姜菊英 你这不是承信害我吗 大嫂 你想到哪儿去了 他也是我爸爸 说得这么好听 这么多年来 你可没有养活过爸爸一天 都是我跟朝复养活他 当然了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们从来没有指望你来尽这份孝心 可是 你也不能给我找麻烦呢 阿姨 他没有给我们找麻烦 她是你女儿 你就护着她 她有本事 你跟着她去过好了 你 我好意思 你怎么会有什么情况 我愿意 你得给她 你恐怕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但是你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我们这一林也要选一位代表 这可不容易 就拿我们这一林来说吧 哪家的儿女不孝顺呢 像我 丈夫整年不在家 我爸爸今年都八十多岁了 身体这么好 那还不是因为 我每天都伺候他老人家 四象 开个屁的会 这妈太过分了 说那话好难听 小孩子不要批评大人 他是存孝欺负我们 你现在总想知道 妈为什么这么苦心的 安排你们的将来 秀秀 帮着妈妈完成我的心愿 好不好 好 啊 祈祷的愿望 是一个确心的愿望 星星一卓言 人间书是寒书 你开车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了 你到机场去接我 你到机场去接我 我是不是因为 我会不会来 不是呢 我会得到 你到我会 löp 我会得到 你到我会得到 你别看我住在马来西亚 我老婆消息灵通得很 她早就有耳闻了 那就吹了算了 免得你老是提心吊胆的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对不起 我错了 这是小礼物 怎么样 还喜欢吗 你呀 最会这一套 放心 我计划好了 以后每三个月至少来一次 胆子越来越大了 看不出来吗 哎 理由正当吗 经济复苏了 我找了几个好友 到唐南市场做生意 每三个月来开一次会 视察业务 冠冕堂皇嘛 哈哈哈哈 老狐狸 不管你怎么骂我 你不能不承认 我是个很顾家的人呢 哼 没错呀 那边是家 这边也是家呀 哈哈哈哈 对了 我记得等你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什么事 想换车还想换房子 不是找你花钱的事 那就更简单了 说吧 我想收养一个孩子 收养孩子 嗯 你好久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 顶多住个三天五天的 平常我太无聊了 打牌又打腻了 出去交集多了 你又不放心 所以我想收养个小女儿 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 我是个女人 我天生有一股母爱 没有儿女让我来疼爱 天里生孩子又不能抱你的户口 这算什么名分呢 将来孩子长大了 问我她爸爸是谁 我怎么回答她 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 我想领养一个 她爸爸妈妈是谁 就告诉她是谁 最主要的 她可以陪我姐个妹儿 嗯 我赞成 这样你的心 就更定得下来了 不过她的生活费教育费 都要你来负担 小意思 那不成问题 真的 那我就回去给她敲定了 可以 你能不能告诉我 是谁家的孩子 是一个姓王的 他有五个小孩 他自己突然给卡车压死了 我是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 很同情他们 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太太 告诉她我愿意领养她一个小女孩 没过几天 她太太就来了 你是 我是王明的太太 哦 王太太 请里面坐 朱小姐 你府上还有些什么人 我先生在国外做生意 很少回来 请休息一下 我结婚很晚 我先生年纪也很大了 他怕我一个人在家很寂寞 所以希望领养一个小孩 给我做伴 您信上说 希望收养个女孩 哎 乖巧一点的 聪明一点的 王太太 你放心 我没有什么生活顾虑 也没有什么牵挂 你女儿跟我 我会像亲生的一样爱她 我也同意你们母女俩来往 我会帮她请钢琴老师 请家教 让她去学跳舞 如果你答应 我愿意送她去美国学校 总而言之 女儿永远是你的 我只是尽力陪着她 我想 周小姐 完全是同情我们不幸的遭遇吧 那只是一部分理由 另外 我再找一个答案 有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有个女儿 叫我一声妈 每天望着我嘻嘻笑 我能听到我女儿弹的钢琴声 我还好满足 那种乐趣 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 你打算把谁送给那个周小姐 温温 你打算把彬彬送给台南姓叶的 把东东送给美农姓彭的 那佩佩 送给竹山一对姓刘的夫妇 就是那对养鸭子的人家 那秀秀呢 就是秀秀比较困难 因为她十五岁了 什么都懂了 人家都怕接过去不好管 女孩子家不能打 又不能骂 那 你有没有选好是哪一家 写信去联系 有 住在台北的一对老夫妇 他们是归国华侨 信良 大概六十岁左右 他们老夫妻感情非常好 生活很正常 没有什么不良事好 最遗憾的是儿女不在身边 儿子是博士 在美国结婚了 女儿也嫁到国外去了 不但人不回来 信也很少 每天左判右判 判到了过年的时候 才打通电话回来 平常家里请了个下女 阿琴做做家事 这一家是最单纯的 他们想要秀秀 是希望有个伴陪陪他们 秀秀能够照料自己 如果孩子小一点 他们害怕没有精力照顾到孩子 可是 爸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怕他们 等秀秀去了 把下女辞掉 让我们孩子当下女 我倒觉得 如果感情处得好 一般家事秀秀是可以做的 这也没什么关系 女孩子嘛 总是要学的 你说的这些都是任命的话 爸 除了这样 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 我把他们安排到谁家 都告诉爸爸 因为孩子被别人临走之后 将来有机会 爸爸还可以去看看他们 我 我想看恐怕都没有什么机会了 九霞 你先别这么想 孩子们答不答应啊 秀秀最懂事 她答应了就没问题 东东恐怕还要费一番口舍 另外 另外 弯弯 佩佩 冰冰 都还小 只要有吃 有喝 有玩 到了人家家里 过一段时间 就会习惯 她说 她怎么说 她答应我 劝劝弟弟妹妹 她说 她问她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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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说故事以前 我要先送给你每个人样礼物 姐姐 什么东西 这有什么好玩 我当做什么宝贝呢 好棒啊 大姐 我要 我也要 好棒啊 大姐 我也要 姐姐 我也要 我也要 好好好 等一等 姐姐从小最喜欢的玩具 就是这几个羊毛啊 现在姐姐大了 想把它们送给你们 你们要答应我哦 疼她 爱她 好好地照顾她 我才会送给你们 好不好 好 来 冰冰 从你先选好不好 姐姐 我要这个 冰冰 你告诉姐姐 你要怎么照顾她 我要给她尿尿 冰冰 你尿尿 尿尿 这样 妈妈会打屁股哦 我不要打屁股 姐姐 我要这个 你怎么照顾她 每天抱她睡觉 给她洗澡 我要给她做好漂亮的衣服 今天给她梳头 要不然你哪会看不起她 东东 你呢 我不要 东东 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礼物 你不喜欢 也不要当面具去玩 男生玩娘娃娃 笑死人了 你先拿着 也许以后你看到了她 就会想起姐姐 老板 我买五条小孩带的金项链 我买五条小孩带的金项链 我买五条小孩的金项链 我买五条小孩带的金项链 我买五条小孩带的金项链 还可以让她带的金项链 而要深情无分 呼吸堂高 现在姐姐要讲的故事 是五个孤儿的故事 他们当初都很听妈妈的话 所以后来在新妈妈家 都长得很活泼健康 工作也很好 姐姐 那后来呢 后来都很有办法 可是她妈妈死了呀 哎呀 因为她妈死了 才有新妈妈呀 真笨 不要讲了啦 大姐是瞎编的 好像是真的耶 大表姐 大表姐 你快回去 我们家来了一部好漂亮的汽车 这是一份户籍谈本 你们拿去办营养手续 好 收起来吧 是 还需要什么证明文件和手续 我也不懂 没关系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随时来麻烦 请你们收下 这是 冰冰还小 请你们先替她保管 等她长大了 给她戴上 如果没有必要 就不要告诉她 是我留给她的 王太太 你的环境不好 你自己留着吧 如果将来宾们长大了 需要带点什么金的银子的 我会给她买 你们买的再多 也是你们的 不是我的 收下 请你们把礼物带回去 等孩子回来 你们就可以开车走了 王太太 这是我们老爷跟太太一点心意 第一次来嘛 我什么都不收 因为我不是卖孩子 更不是交换孩子 我所以这么安排 完全是因为孩子 和你们有缘分 张妈 那你就照着王太太的意思做 把东西拿到车上去吧 好 把东西关灯进去 先灯除更大 我把东西拿到车巴 小铃蛋 我把东西要先进去 我就先进去 我要坐灯 我把东西拿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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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东西拿到车 这是谁家的车啊 我不知道啊 小吴 把这个放到行李箱去 这是谁家的小孩 小吴 你怎么让她坐到车里头呢 明明 快点下来 明明 明明 乖 明明下来 正在家的车子 好不好 定前 明明下来了 明明 节奏最冰最乖 好不好 明明下来了 小吴 她就是我们家里的小少爷 好可爱 明明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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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来 明明下来了 明明儿 明明儿 明明shirts 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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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太太的朋友 秋霞的朋友啊 我是她嫂子 秋霞呢 秋霞 秋霞 她出去了 出去了 你们看看 这秋霞多不懂事啊 怎么朋友来了 她反而把朋友丢下出去了呢 你们贵姓啊 我姓叶 这是内人 叶先生 叶太太 请到我屋里去坐一坐吧 不客气 王太太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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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大姐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不要紧 妈 妈休息一下 妈休息一下 就好了 冬冬 你看见妈妈 哦 冬冬 回来 冬冬 冬冬 你太不乖了 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呢 冬冬 妈 我错了 妈妈 我错了 我要做爸爸 妈妈 睡了 你不听妈妈 你们先亲享有一点 你们κε 星星亦卓叶 人间数十函数 哎呀 秋霞的话可不能听啊 她打十七岁就跟人跑了 在台北做什么事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两年前我婆婆死了 她才回来过一次哎 这一次呢 她先生车祸死了 她才又回来的 我告诉你了 这人在台北待久了啊 十个有九个都学得很奸诈 连我是她嫂子 我都防着她 更何况是你们哪 这个女人话太多了 免还好心 听秋霞说 她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父亲 是啊 她就是我公公啊 秋霞说呢 都是你照顾 她很感激你 啊 哦 真的啊 她还口口声声说 你这位嫂子怎么好怎么好 哦 嗯 老爷 太太 她不是回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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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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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先生 叶老先生 叶老太太 你们可以走了 好 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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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妈 姐姐姐 姐姐 秀秀 请他们开车吧 秉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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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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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 寂寞的晚上 海风作伴 心飘向远方 依然的模样 想飞到他身旁 乘着风的翅膀 心情像空洞的月亮 啊 黎明的披衫下 划破着寂静的晚上 啊 祈祷的人啊 是一个全新的愿望 将四年轻轻放 将四年轻轻放 温暖的阳光满心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